我在柳如烟外套里发现一只干涸的塑料套 找他对质 他不以为然 那不是你上次落下的吗 但是我跟他分房很久了 我要离婚 他一副看傻子的表情 就准你脑子没事吧 是 傻的是他 竟会背叛陪他打江山的男人 洗衣店送来柳如烟的衣服 我收拾时 从外套那层掏出一只皱皱巴巴的硅胶套 凑近一闻 有股特殊的腥味 心跳骤然急促 我是个男人 怎么可能不知道这是什么 可是 怎么会出现在 柳如烟推门而入 打断我的思绪 他把大牌包包随地一扔 我躬身去捞 但被他尖细的鞋跟踢住 手被立即肿起来 知道多贵吗 说了多少遍 不要用你的脏手矿 柳如烟没眼然起怒气 我只是苦笑 那个人 可以在他最私密处留下爱恨 而我 却连他的手提包都不配触碰 这也许就是爱和不爱的区别吧 我饿了 去给我下碗面 柳如烟往沙发上一趟 习惯性的吩咐我 他总是这样对我呼来喝去 因为他是商界女精英 而我只是个依附他的普通男人 但是谁又记得 当年我是跟柳如烟一起创业的 甚至他的天使投资人 都是我拉来的 公司从零到一 是我偶心力血帮他做起来的 为了给他高光 我才隐蔽光辉 退守家庭 可笑的是 他习惯了我的付出 竟真的漠视了我这个丈夫 身心不洁的女人 我不要了 第二天 我到了公司 打算把离婚协议给他 前台是新来的 不认识我 我被拦在门口 185大帅哥 没想到 嘖嘖 就这男的 哪来的勇气吃卵饭了 不少人认出我 闲言碎语 很是难听 柳如烟秘书出来 给我致钱 不好意思 下面的人多嘴了 话是这么说 可年轻男孩的脸上 没丝毫歉意 我能有什么不明白 柳如烟骨子里就看不起我 所以放任公司的人 说我闲话 既然如此 我走进总裁办公室 将离婚协议拍在他桌上 声音响亮 柳如烟倒吸了口气 他眼里是明显凝乎 几巴打 你失心疯了 想了想 他促起眉 就因为我上次拒绝了你 我解释了多少遍 我每天都在忙夜舞 经常连轴转 笑都睡不够 哪有心思做那种事 不是人人都像你这么幸福的 整日游手好险 在家抠脚 你能不能正常点 不要满脑子黄色废料 人有七情六欲 做点夫妻间快乐的事情 有什么不对 何况 我跟他已经很久没有过了 签字吧 我拉开椅子 就要坐下去 柳如烟手里的文件夹 拍下我的手 这里没有你的位置 出去 手背立即被打了亲子 中气 185大帅哥 可以把爱的痕迹留下来 我身为你正牌老公 连你的包包 一直都不能碰是吧 柳如烟 你们心自问 你都偏心成什么样了 竟然还有脸质问我 柳如烟被我吼给震住了 可能是没想到 向来低姿态的我 还有这副强势模样 离婚吧 毕竟曾经相爱不 我不想撕得那么难看 他眉头微醋 表情不自然 仍是一脸嫌弃 你再说梅吉伯 他那种家庭出身的 自带能量 带出去谈业务 对我有好处 我跟他只是逢场作戏而已 商场上就是这样 你是个男人 不要整天像个家庭主妇一样 多心多疑 无事生非 至于你说的那个 我不记得 可能是你上次留下的吧 柳如烟谴责我时 低垂眼眸 连看都没看我一眼 我甚至连他眼底的笔意都看不到 他纯粹是懒得多看我一眼 也是真忘了 我们分房很久了 我怎么可能在他身上留下什么痕迹 我冷笑 很好 嫌弃我没钱没资源是吧 我成全你 离婚吧 滚出去 柳如烟见我这样的跟牛一样 喊打电话来保镖 把我嫁出去 办公区一片安静 见我看来 员工个个缩回脖子 装鸵鸟 还是那个年轻男孩端着茶水迎过来 柳总刚谈了的跨国项目 太累了 所以才有点情绪激动 夫人别介意 夫人 我是个男人 怎么喊我夫人 我上下打量他 一米八大个头 年轻朝气 蓬勃耀眼 重点是 其他人都穿着工服 但是他没有 可真特别啊 结果茶杯使我故意甩手 茶水洒了一笔 办公区立即焦头接二 小声议论 阿木哥对他那么客气 居然给脸不要脸 只知道阿木哥背后是谁吗 原来这男的不是柳如烟口中那个没吉博呀 我找错人了 觉得无趣 转身就走 阿木追上来 实不相瞒 吉博哥比你优秀太多 你跟他比 实在是萤火不能与日月争辉 同为男人 我劝你早点离开 不要自取其辱 走出公司后 阿木说话难听很多 我顿住脚步 所以公司的人都这么想吗 阿木仰头 长吸了一口气 好像很无语一样 几秒后 他开始疯狂输出 吉博哥是和我一起进公司的 他有多优秀 我们都看在眼里 刘总年轻的时候 见识的男人太少 所以才会看上平凡的你 这些年 刘总成功跨越阶层 名利双收 而你却止步不前 原地踏步 他看着我 摇头叹息 说实话 你跟刘总 早就已经不相配了 我一整个无语注了 难怪公司的人喊我夫人 在他们眼里 我只是柳如烟 这个大女主的乡边男主 可是谁还记得 柳如烟最初创业时 没日没夜地 到各个大创中心宣讲PPT 把嗓子熬得都哑了 我心疼他 不惜联系了 早就断绝关系的生父 折碎傲骨跪在地上 求来了他的第一波天使投资 就连他公司的原始股东 都是我拿着生父给的联系方式 一家一家求来的 曾经我有想过 而我退居幕后 只当那个托举他向上的人 我做到了 这些年 在我暗中支持下 他已经走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 只是他却嫌弃了我 那个与他并肩的位置 似乎是我不配 他要名声 不肯放弃糟糠之夫 那么我主动让位 他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回到家 我妈已经准备好热腾腾的汤 笑着给我端过来 见我垂头丧气 我妈忽然明白什么 面露自责了 燕燕没和你一起 是不是因为上次提到生孩子的事 都怪我 我妈眼睛一红 我心疼 立马解释 不是的 女人的心变了 对他再好也没用 离婚是我提出的 我不想再纠缠下去 我妈哽咽着 如果当初我没离婚 即便是看在你父亲的份上 媳妇也不会守不住 怪我没用 我心里像堵了一块棉花 又酸又死了 我生父是知名企业家 经常上财经论坛那种 即便这些年身价缩水 也有十个亿以上 如果柳如烟有这样一个好功能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 他确实不敢造次 别说是肉身出轨 就是精神飘离 怕事都要颠量一下 但是我跟生父早就闹了 当年为了给柳如烟拉资源去求她 是不得已 我太爱她 为了她可以付出自己的全部 包括尊严 谁能想到 兜兜转转 一颗真心胃为了使 如今我再也不会那样下见了 我妈是贪心的问我 要不再去求求你爸爸 也许她有烟烟需要的资源 我摇头 用力吸引来的女人 守不住 陪我妈吃了晚饭 我回去准备离婚的事情 但我没料到 一通电话把我喊下楼 楼下停着一辆家长林凯 管家下车请我 生父就坐里面 客气点 应该喊她姬先生 儿子 柳如烟的事我都知道了 是她付了你 你有什么计划 姬先生开门见山的说 我沉默 从前我拿她当自家人 她要五百万 我给了也就给了 区区五百万 九牛一毛 我毕竟是你父亲 打断骨头连着筋 本想着卖她一个人情 婚姻里哪里没有看 她念着你的好 会跟你好好过下去 竟是没想到 儿媳的目光这样短浅 是我看错她了 我无语 毫不留情地对过去 我承认是自己眼神不好 当年拒绝了你安排的名门贵女 选择了一无所有的柳如烟 现在反倒是她嫌弃我了 你满意了 姬先生皱眉 你是我儿子 我唯一的骨肉 我怎会忍心看你过得不好 孩子 跟我走一趟吧 管家将我请上后座 十分钟 抵达了南城军越酒店 是本市最豪华的酒店 也是姬先生旗下的产业 当我进入包房 多位行业大牛早已等候在她 这些平时金贵的前辈 都主动过来拉我入座 与我拉着家长 我有自知之明 我哪有什么身份地位 他们不过是看在姬先生的面子 小姬总一看就是人中之龙 难怪姬先生一定要让你继承家业 听着这话 我扑的一声吐出酒来 进而连续受了刺激 先是夫人 然后是小姬总 这哪受得住 我客气地推却 您误会了 虽然早年有过创业经历 但是在家闲着很久 很多业务流程都搞不清楚 就怕到时候带来麻烦 不麻烦 随时欢迎小姬先生来我们公司视察 其中杨书冠会见风使多 更是凑过来热情表示 果然小姬总如传言一般 和你父亲一样谦虚 不如这样 到杨某公司挂的总监职务 历练一阵 几个月后再看如何 所谓龙前深渊 你是姬先生的儿子 再怎么低调 也不能被小去了呀 只是一场饭局 姬先生就为我谈下一个千万级的项目 我是项目经理 离开时候 姬先生让管家送我先回去 现在还喊我姬先生吗 他送我到门口 我才注意到 他眼角深深于尾纹 眼神却是含有温和 我忽然意识到 这个在商场上雷厉风行的男人 也老了 最恨他的时候 我说他不是我爸爸 这辈子都不想看见他 但在我人生中两次最窘迫的时候 还是他帮了我 我知道他想得到什么答案 但是我认真地看着他的眼睛 回答 是的 姬先生 他的目光暗淡下去 背部伸去 让管家送我上车 我头也不回地坐车离去 生父 不 姬先生的确对我不查 但他当年做的事 伤透了我妈的心 我无法原谅 回去后我就收拾东西 赶在明早 我要离开这里 这个生活了几年的假 当断不断 必受其乱 磨磨叽叽 不是我几巴达的性格 柳如烟一身酒气 摇摇晃晃地回来 我闻到他身上的摄香味 下意识皱起眉头 他难道不知道 我对这种香精过敏 有次陪他逛商场 他让我帮他示威 我当场脸冒红点 晕厥过去 柳如烟看我在收拾心 气不打一出 过来推扰我 什么意思 用分剧来威胁我吗 幼不幼稚 那股摄香味更浓了 我已经不舒服 捂住口鼻 小声说 离婚协议已经给你了 你应该看过了 是你的都是你的 不是你的尽快还我 早签字早了事 别让你的蓝颜 成了见不得人的小三 不知道柳如烟 有梅听懂我的意思 那个五百万 柳如烟气得柳梅倒数 就为了一点事 你跟我闹离婚 有你的 我呼吸到不舒服 背过身曲 没有多说 柳如烟还以为我怕了 哼哼道 明终五十二 我倒要看看 你有没那个胆子来 柳如烟气呼呼地走了 从客厅的窗户 能看到柳如烟 被一个年轻男子搀扶上车 两人抱在一起 姿态亲密 男的 目测一百八十五 年轻帅气 不是那个阿牧 那就是传说中 自带能量的梅基博吗 柳如烟年过三十 碰到这样一个小奶狗 青春 帅 还有背景 难怪动心了 我不是那种死缠烂打的男人 他如果想离开 说一声就是 我自己卷铺盖走人 那他千不该万不该婚内出轨 是觉得公司稳定了 我利用价值没有了 所以就过河拆桥 是吗 我正要休息 忽然 手机弹出一个短信 柳如烟已经不爱你 离开 是最大的体面 附带一个视频 是一男一女抱在一起 红玉 女人傲人的身材 若隐若现 紧捏着手机的指节都在颤抖 我怎会认不出 是我妻子 柳如烟 柳如烟是很内敛克制的人 和我谈恋爱时 哪怕我挨近他一点 他都会羞懒地推开我 骂我大灰狼 整个校园几年 我跟他只有千千手 那种级别的接触 婚后 每次同房 他都紧闭着眼 姚锦纯 一副舍身取义的表情 我怎能想到 那么内敛妻子 居然会跟别的男人同意 原来 他不是对情人之间的事没兴趣 而是单纯对我没兴趣 克制情绪 想了想 给那家伙发送一段信息 在一起多久了 还没公开 要不要我这个原配老公助攻一下 那边好几次显示输入中 但是什么也没发出来 等得都快瞌睡了 才看到短信 柳如烟是个很善良的女孩 她不愿抛弃糟糠之夫 我简直想笑 怎么 我被出轨了 还要我做那个恶人 我回信 所以 她到现在都不给你名分 是因为体面比你重要呗 这么一看 你不行呀 说完 我就收了手机 回房间睡觉 凌晨 笑没睡饱 就被震天声音吵醒 你出来 我没有你这么没心肝的爸爸 我妈那么年轻漂亮的女强人 你居然敢提离婚 是眼睛瞎了还是心瞎了 再不开门 怕是要被抄瓷女儿踹眉 是的 我和柳如烟有一个女儿 领养了 当年柳如烟说创业艰辛 没空照顾家庭 要丁克 我答应了 但后来 公司走上正轨 她又想要家庭温暖 于是和我去领养了柳然然 开门后 看到柳然然一身细皮疯打扮 抄瓷一样摊在沙发上 她指着我鼻子骂 我妈妈那种女强人 要在相亲市场上 不知道多少小鲜肉红了眼的扑 你一个年近四十老男人 不知道西服就算了 居然还敢跟我妈提离婚 我要是你 就每天在家好好打扮 照顾家庭打理内务 以气为刚 总之在我妈面前 不要有任何二话 我无语了 女儿以前不是这样的 自从送到国际学校后 不仅是打扮 连思想都越发我扑了 揉着额头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 柳然然 我是你爸爸 有些事你就算不赞同 也该做到起码的尊重 柳然然不屑地哼声 把我从福利院带回来 给我几一玉石 支持我读国际学校 是我那个当总裁的吗 而爸爸你除了提供了廉价的保姆服务 还为这个家做了什么 听到这话 我的一颗心渐渐沉下去 原来在这个家 看不起我的除了妻子 还有女儿 女儿觉得我这个爸爸丢人 可是她哪里知道 柳如烟领养她 宠她 就像是带宠物一样 确实没亏了她吃穿 但是大钱和资源不愿意出 她读的国际学校 一年二三十万学费 柳如烟根本不愿意出 是我百般争取来的 钱也是我贴补的 柳然然不满地哼声 我妈跟我通过电话 说你要离婚 问我跟你还是跟她 她极其不懈地上下打了我 这还要问 当然是跟我妈 你这种甜不知耻的软饭男 离婚还要索要五百万的老男人 凭什么当我柳然然的吧 听到这 我更是气不打一出 那五百万本就是我的 要回来 有什么错 我跟律师沟通过 按照婚姻法的决定 不仅是那原始资金五百万 就连五百万产生的增长收益 都能合法要回来 柳如烟靠着我给的五百万 把公司做到了一万集团 那么这五百万产生的增资资产 有多少 我没有找她要这笔钱 实在是人凭可敬 柳然然还想骂几句 但我把视频投影到客厅墙上 这年头孩子早熟 女儿十几岁 在国际学校 有什么不懂的 柳然然当场面热心跳 支支吾吾 不能言语 她能过上小公主一样的生活 衣食住行 全都是奢牌 靠的都是我这个好爹 到头来出点事 她居然跟她妈站在一起 反过来谴责我 养一条狗尚且知道感恩 这些年的父爱 当真是为了使了 回去找你妈 让她赶紧签字 不然她付出的代价 就不只是那五百万了 还有 既然你决定了跟你妈 就代表跟我划清界限 以后学校的任何活动 我都不参加了 让你妈的小男友陪你去吧 我放话后 柳然然立马慌了 以往学校的亲子活动 她妈连个影子都不见 哪次不是我陪她参加的 就连她生日会 都只有我这个父亲出席 所有同学都知道 她柳然然不仅有钱 还有父母的爱 她多嘚瑟 要是以后啥都没了 她多没面子 柳然然跑过来 拦在我回卧室的路上 不行的 我妈可是霸道总裁 她哪有时间出席我的各种活动 你不来 我怎么办 让同学怎么看我 随你 柳然然不是看不上 我这个爸爸吗 既然如此 她自己过去吧 抬手把她推到一边 我关上卧室的门 锁上 不管她在外面怎么拍打 我戴上耳罩 装没听见 凌晨 柳然然拍打累了 蹲在门口哭泣起来 爸爸 你就这么狠心吗 十年夫妻啊 有什么砍事过不去的 怎么能说断就断 再说了 你这么多年不工作 不接触社会 离开我妈 你怎么生存 难道靠亲友阶级过日子吗 爸爸 我求你 不要跟妈妈赌气了好不好 外面的男人终究是钱 影响不到你呢 我翻过身去 一句都听不下去 其实我跟柳如烟是真的爱过 那时候她眼里只有我 但是后来 见识到了上流社会 纸醉精迷惑了眼 她变了 变得不再以我为重 就连称谓都从老公 变成了无足轻重的存在 甚至她公司的人 都不把我放在眼里 用夫人这个称呼来调侃我 背地里骂我软饭男 而我一直骗自己 多年夫妻 不就是这样 再怎样的激情也会退去 直到那日撞见那一幕 我才彻底醒了 第二天醒来 女儿已经没影了 杨叔打来电话 告知柳如烟咨询了律师 业内知名打离婚案件的律师 杨叔是老江湖 离婚多次 都是那位律师经手的 所以消息传到他这 好 我知道了 其实我并不如表面那样淡定 不是舍不得柳如烟 而是 如果被柳如烟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反悔了 缠上我怎么办 我已经被他吸血十年了 可不想再当个憋屈血豹 柳如烟 你已经拖累我前半生了 后半辈子 就别来参与了 我的担忧不是没来由的 中午 我收到柳如烟的短信 挤霸答 晚上可以谈一谈了 这个称谈让我有点恍惚 很久了 他一直都喊我为 那谁 好像我不是他老公 在他心里没有名字 已经敲出不了二字 想到什么 又撤回 我了解柳如烟 他性格强势 不达目的肯定不会把休 我答应了 柳如烟把我约到军越酒店 房卡刷开门时 他一身睡衣 眼神迷离的来引我 我身体一觉 他这是喝了多少酒 恍惚间 我被柳如烟压在沙发上 他双腿岔开 骑在我身上 向我索吻 相风袭来 红唇顺着我下巴 往脖梗轻去 噗通 我的心快要跳出胸腔 不是紧张 而是对摄像过敏 我绷紧的指节紧了右松 才强忍住打女人的冲动 老公 我们以后要好好的 我会给你生个孩子 我们一家人都好好的 柳如烟表现得 好像很爱我一样 他未必知道我真正的家事 但律师应该告诉过他 如果我执意离婚 那么分走的不仅是那五百万 还有因此诞生的亿万增值 这几乎能分去他的半壁江山 所以他破防成这样了 居然能强忍着 对瞧不上的我头怀送抱 看着他涂红的面颊 红唇无意识泄出的低音 我只觉得讽刺 金钱的魅力就是大 他现在不嫌恶心了 火热的身躯紧紧的贴着我 着急的截我扣子 我的裤子已经高高怂起 但我一把推开了他 柳如烟被我拽到地上 他脸上仍带着激情愚欲 很是不解 要孩子 你忘了 上次你要死要活的 以离婚威胁 声称孩子和你 只能要一个 我不知道用了多大的控制 才忍住了掐他喉咙的冲动 其实我跟柳如烟是有过孩子的 当我从垃圾桶捡到他运简单的时候 简直喜出望外 我激动的找到他 告诉他对子女的规划 给孩子存好信托 即便一辈子不工作 也生活无忧 即便以后啥不想办 我是怀过孕 但孩子在我肚子里 我有权决定要不要 实话告诉你 我要拼事业 经不住生孩子那种折腾 女人的青春无价 我现在没做好带孩子的准备 不能稀里糊涂被霍霍了 听到他这些话 我脸上血色净湿 却没有勇气找他质吻 我痛苦地乌咽着 抱着头蹲下 颓然地跌坐在地上 你 你把孩子弄没了 柳如烟脸上并无流产后的苍白 气色很好 容光焕发 我刚在美容机构充了200万 用来做妇科保养 与其指责我不要孩子 不如反思自己 有没有给我足够的安全感 为什么我会不想要你的孩子 还名校毕业呢 预事多想想 找找自己原因好吗 你要是像我在商场上 遇到的大佬一样优秀 我恨不得给你怀的一胎八宝 你要是不认可我的行为 就是不尊重女性 就是就是不爱我 不爱我的男人 我宁可不要 我贪坐在地 脑子温温直响 根本没听青柳如烟到底在说什么 你到底有没有听见 人已经那么废了 难道脑子也是 幸亏是我不是的男人 不然有你这样的对象 我不得天天望违啊 那人闹个不欢而散 之后我奄奄了很久 我一直在自责 是不是我真的不够优秀 所以柳如烟不愿要我的孩子 在这段婚姻中 我越发自卑 也越发对他予取予求 可现在想来 只觉得可笑极了 自从柳如烟事业稳定下来的 他出入的都是高端场所 接触的是达官显贵 商业巨恶 那些行业内发光发热的男子 也就越发趁得 我这个家庭主妇黯淡无光 对彼此的失望 并不是朝夕 而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柳如烟宁愿打了 也不要我的孩子 就一个原因 他看不上 他不爱我 而我几巴打 也有自己的骄傲 我累了 不想再祈求他的爱 柳如烟 明天我们就去明政局离婚 石启落在沙发的衣服 我走得很决绝 几巴打 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 身后是柳如烟歇斯底里的咆哮 我没有回头 后悔是不可能后悔的 不爱我弟女人 要来干嘛 第二天 我提前几个小时去明政局等着 柳如烟准时出现 他牵着柳然然一起下车 柳然然看到我 想过来打个招呼 被他妈妈拽着 柳如烟不屑的逆我 红唇微条 你要的五百万 我带来了 现今 柳然然手里提着行李箱 皱眉 爸爸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现在回屋 我帮你求妈妈 看着这对自以为是的母女 我笑了 乖女儿 这句话也送给你 柳然然手指紧扣着拉杆 垂下毛子 也不知道她听没听懂我的话 柳如烟一脸急不可耐 别废话 现在就去办账 以为我柳如烟非你不可不成 我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的确不是非我不可 但柳如烟的事业 的确是没我不行 这些年 柳如烟被独立女性的光环迷晕了 她严重高估自己 没有我暗中脱举 她的商业帝国还真是立不起来 办好手续 我踢着装着五百万现金的行李箱 信不走出 天忽然黑了 吟有闷雷声音 无所谓 我的专车停在门口 柳然然叫我拿出手机 立马扯扯柳如烟的手 小声说 妈妈 爸爸一个人冒雨回去挺可怜的 在她一程吧 柳如烟犹豫 她继续说 雷雨天打车是会涨价的 爸爸那么穷 别为难她 好吧 让她也点不起高档车型 就在她一程 最后一次 柳如烟圣圣母一样要过来拯救我 家长林肯就在我脚边 一只手拉开车门 对我恭敬恭深 我刚入座 就听到后面柳如烟阴阳怪气的声音 怎么 还装上了 安排这个 是花了一个月的生活费吧 真有你的 我没回话 家长林肯发出特有的嗡名声 在大雨中扬长而去 之后日子 我再也没见这顿孤女 我在杨叔的盛情邀约下 去了他公司当项目总监 历练一下 按杨叔的说法 项目搞砸了也没关系 就当做练个手 这当然是客气话 工作一阵后 杨叔踏入我工作室 还带来一个新人 挤霸打 给你引荐一个新人 名校毕业的 暑期有在知名大厂实习过 做出了不菲的成绩 女孩不过二十几岁 一身黑白工作服 打扮得体 有点柳如烟 年轻时的气质 压下其他情绪 我露出标准的笑容 对女孩伸手 欢迎加入我们部门 他眼底闪过微光 能在小季总手下办事 是轻微的荣幸 杨叔解释说 小季总做的这个事 简单来说 就是跨境电商 这种国际商务模式 突破了地域限制 使得全球范围内的 买家和卖家 能够直接进行交易 这其中涉及到 在线订购 支付结算 并通过跨境物流 递送商品 清关 最终送达 各个环节看起来简单 但组织协调起来也不容易 目前小季总的项目 主要做的是东南亚的市场 通过自建或租赁方式 建设公共海外仓 建立公共海外仓服务联盟 之前我们公司是打算 跟国际电商一倍合作 杨书专门强调一句 跨境电商算是新的风口 国家政策是很支持的 我们一定要抓住机遇 其实事情根本不像杨书 说的那么轻飘飘的 是我费力争取来的 那天我找杨书详谈 提议将合作平台 从一倍换成LIF 从北美发达国家 换到东南亚 杨书一开始是拒绝的 直至我拿出了大额存贷 三个亿 这是分家之前 鸡先生给我的 算是拿出全部身家 孤注一掷了吧 建杨书还在犹豫 我索性道 大不了我跟您签一个对赌协议 赢了 你我财富再上一个阶梯 输了 亏损的全算我的 建我自愿承担所有风险 杨书才答应下来 当晚拟定了协议 我跟清威商谈一下午 拟定项目细节 准备下班 走之前 清威提醒我 明天就是劳斯来四晚宴 我打听到 宾客名单上有LIF 执行组监 到时候 我们可以 我懂得清威什么以上 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我用手势给他点了个赞 清威走的时候心情颇好 第二天 我和清威一起去劳斯来四晚宴 下车时 没想到撞见柳如烟 而他挽着一个185大帅哥的胳膊 见我出现 梅吉博主动迎来 柳如烟说你离婚后生活准破 进而还在提醒你 给你打笔生活费 没想到日子过得不差 连新女友都拉上了 他的视线在清威身上仔细扫过 眼里划过隐晦笔 前夫哥 我觉得吧 你年纪大了 也没有工作 还是有点自知之明 不要委屈了人家女孩子 柳如烟双手抱胸 很多谢的哼声 我不是甩了你五百万分手费吗 怎么 连点女朋友买点像样的行头都不舍 劝你赶紧回去 别在这里丢人现眼 我刚想说什么 清威主动开炮 是吗 你男朋友身上那套很值钱吗 怎么一股弯得第二手的味道 食指竖在唇边 他眨眨眼 故作神秘的说 以你的社会阶层 大概是不知道每个奢牌 都有蓝血贵族名单 每个季度的新品在上市之前 都会提前派专人送到贵宾家里 由上等贵客先行挑选 所以有些行头你认不出来 也确实是眼皮子浅了 你父母没能力培养你 怪不着你 柳如烟和梅吉伯都被脸色铁青 我也是差点拍手叫好 没想到清威小姑娘家家的 嘴皮子这么厉害 虽然她说的话无法证实 但是两人也没证据证伪 对不过清威 柳如烟只能拿我开红 几霸答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 劳斯莱斯的晚宴是你能来的吗 莫不是凭着我老公的身份 才上了受邀嘉宾名单 但你别忘了 我们已经离婚了 你现在身份已经大不如前 如果不想自取其辱的话 就自行离去 否则别怪我没提醒你 梅吉伯也跟着吃笑 看在柳如烟的份上 停车费 哥们帮你出 她踏前一步 要来拍我肩膀 清威反应很快 截住她的手 用力一扭 啪叉一声 梅吉伯痛到脸部扭曲 手臂关节处高高肿起 阿吉 柳如烟心疼的急冲过去扶住她 并狠狠地刮了我一眼 轻微擦擦手 然后把纸巾扔垃圾桶 好像碰了什么 很恶心的东西一样 挤霸打 以前你就是个 靠我养得的软饭男 离婚时更是不知廉耻 找我索要五百万 简直不像的男人 就你这种窝囊匪 也能找到女朋友 真是开眼了 我要是你就早点找个正经工作 不要整天出来丢人现眼 柳如烟劈里啪啦 跟炮弹一样轰炸不停 我只觉得无语 柳如烟 你凭什么觉得 我没了你混不下去 就连参加个普通宴会 都是靠着你才能混进来的 柳如烟搀扶着梅吉博 冷笑道 普通宴会 你也不怕风大闪的舌头 算了 懒得理你 她拨通一个电话 喂 我是受邀嘉宾 大东集团的柳如烟 我要举报一个嫌疑人 她很可能是 那边传来盲音 柳如烟瞪我一眼 算你好运 她和梅吉博先行一步 等我到场 一眼就瞅见柳如烟 领着梅吉博四处寒暄 迫不及待把新欢介绍 给圈子里所有人 我摇摇头 她这个举动并不明智 因为在圈内人眼里 夫妻还是原配更好 梅吉博正在跟几个 公子哥打扮的人谈笑 叫我过来 扬高了酒杯 呦 这不是前夫吗 居然真混进来了 是我小觑你了 容我打听下 你的邀请函到底是蹭的 还是造假了呀 梅吉博耸着肩就要凑过来 既然她主动把脸送来 那我不客气了 稍一用力 酒红的液体抛出 在空中划出弧线 精准地撒在梅吉博脸上 她名贵的衣装被静眼视痛 梅吉博傻眼了 群众侧目看来 一阵虚声 社交场合下 打人不打脸 要真打脸了 就是极大的羞辱 顽酷们过来推然我 但轻微拦在我面前 不许你们动小吉总 小吉总 柳如烟端着酒杯过来 恰好撞见这一幕 脸上写满惊叉 咔嚓一声 我把酒杯砸地上 声音冷烈 柳如烟 别忘了我们还在离婚流程 正都没落实 你就迫不及待 带着男小三公然露面 这么着急 难道是你怀孕了 出轨 小三 怀孕 全都是热门话题 越来越多宾客被吸引过来 他们三五成团 议论纷纷 柳如烟面子上挂不住 声音尖锐 你又比我强到哪里去 居然带着个骚蹄子公然露面 这是将我置于何地 废物 我还没跟你算账呢 周围宾客的议论声 越发不堪入耳 我懒得跟他多说 柳如烟 如果你还想保有最后一丝尊业 就赶紧离喜 立刻 马上 柳如烟冷冷与我对峙 这话我也送给你 动静越闹越大 作为主办方 许先生和夫人出来主持局面 看到柳如烟 都是脸色不佳 你就是柳如烟 江城记家的那个喜 柳如烟挤出一脸谄媚的笑 立即凑上去 不错 我就是柳如烟 大东集团的创始人 公司是我一手做出来的 你一手做出来的 许太太似笑非笑 那可不 谁不夸我是新时代独立女性的代表 她 柳如烟还来不及说完 就被一巴掌扇倒在地 许太太鼻道 我听说过你 原生不过是个贫贱女 靠着嫁了个好老公 有富家的照幅 才走到如今这个高度 可是你非但不知恩 还做出婚内出轨的丑事 实在丑陋不堪 我不是 柳如烟还想解释 又被一巴掌扇到脸主 当着自己老公的面 都把野男人带到宴会上秀了 你还有什么要狡辩的 我听到身旁轻微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其他人的表情也差不多 我已经提醒过柳如烟了 落到这地步 都是她自找的 很快 许太太吩咐保安 把柳如烟和她的小鲜肉架出去 消失前 小鲜肉都还在哄 一 我是你的侄儿 没急薄呀 许太太微偏过头 引有厌恶 轻微很有眼力地凑过去 小声说出我们赴燕的意图 许太太点头 生意上的事 还是我先生来沟通的好 宴会在进行 许太太在主持大局 而许先生把我们请到茶室相谈 项目洽谈得很顺利 两个小时后 落实了一些细节 我们要找的Lazzy 总监确实是受邀嘉宾 但是因种种原因 没有出席 许先生作为牵线人 帮我们连线到对方 通过视频交流 成功达成合作意向 出来后 我才发现柳如烟就厚在外面 见到我们 扑过来就要私打 我手上稍微用力 就把她撂倒在垃圾桶旁 几霸打 柳如烟一脸痛心疾首 演戏演够了没有 为了这个女人 真要打我不成 演戏 难道不是 新女朋友是你请来的演员吧 就为了看我伤心吃醋发狂 几霸打 真的咯 我仰天长叹 长到这么大 第一次发现 柳如烟这女人这么咯 我摆烂了 算了 随你怎么想 梅吉伯用没受伤的 另一只手扶起她 烟烟 不要跟这种粗人志气 不值得 等我说服一一 给我们的新项目注资 届时 大东集团趁风而上 势不可挡 几霸打这样咯的男人 如何回应 都是过去的事了 新威送我回去 我已经搬家了 现在住在 君悦酒店的豪华套房 刚打开房门 就被上百个电话轰炸 我猜也知道怎么回事 柳如烟自认为 身价即将暴涨 连带着整个人飘了 不仅一脚踢开我 对以前的老东家 也过河拆桥 本来合作得好好的 该续签的不续签 对方着急的项目 甚至还要坐地起家 而且还不理会 任何谈判要求 于是老东家的投诉电话 都打到我这里了 小吉总 你也知道 我们当年都是看在 老大哥的份上 才会答应投资的 不然他一个小姑娘家家 怎么撬动我们千万级项目 如今他混出来了 发达了 就要过河拆桥了 这天下没这样的道理 不能只讲生意 不讲人情 我简直无语了 即便柳如烟 明晃晃地背叛我 我从未想过 要报复柳如烟 我帮他打下来的江山 如果他守得住 仍然还是他的 只是没料到 他做死的速度这么快 那就怪不得我了 我打开电脑 挨个挨个发邮件 给出回忆 抱歉 忘了告诉大家 我和柳如烟已经离婚了 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 或者有合作意愿 可以来找我沟通 接下来的日子 我让轻微拿着礼物 对着我给的通讯名单 挨个灯门商谈 风声很快传到了柳如烟那边 他愤怒地打电话质问 挤霸打 你什么意思 吃不起饭了 抢我的资源 你真是下座的让我坐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 就是跟你这个恶心的男人 沾上关系 等着 我会让你 我直接断掉电话 我跟他什么关系 用得着听他废话 累了 关灯 睡觉 醒来还有很多事要做 哪有空跟风女人吵 和我预想中一样 有业界大牛的牵线 我的跨境电商项目 开设得很顺利 在东南亚区域 成功建好海外舱 和那边电商平台 沟通得很良好 那边给出很大诚意 而柳如烟亿万级的项目 爆雷了 通过圈内人传话 我才知道 原来柳如烟 跟我做的是一样的 只是他没我这么好运 他被骗了 大东集团 一下子亏空了过亿 柳如烟自诩人缘好 独立女性代表 但他低谷时 圈内没有人伸出援手 天可连剑 我并没有刻意打压他 我不屑于做那种事 但名利厂商 多的是见风使舵的 我和柳如烟那点事 有心人早打探出来了 毕竟技嘉在商场上 颇有威望 柳如烟绿了我 圈内人不落井 下势不错 雪中送探是不可能的 柳如烟陷入一个 极为难堪的局面 如果他以为 小鲜肉自带的资源 能救他的话 那他太天真了 因为我早就查到 梅基伯的底细 确实是个富二代 破产的那种富二代 整体游手好闲不工作 这些年全靠着他一一 许夫人接济过日子 甚至他还是个 活跃于社交平台的 名媛男 主页里都是豪宅 豪车 精致生活 但其实都是蹭买的 可这居然真的成功 骗到了商界女强人柳如烟 不知道柳如烟 发现了名媛男的真面目 会有多后悔 罢了 关我什么事 离婚后 我的事业如火如土 几个月 我登上亚太青年领袖峰会 接受颁奖 媒体争相报道 我的商业战绩 当镜头对向我 忽然 人群中一个女人 风味一样扑过来 几巴达 你这个狼心狗肺的家伙 为了外面的骚蹄子 居然骗我离婚 我可是你十年发期啊 好家伙 要不是熟悉的语气 我几乎认不出 那个发如苦草 面色蜡黄的女人 是我印象里光鲜的前妻 柳如烟 我从来没想到 几个月的时间 可以让人变化这么大 我让保安把疯女人架开 这位女士 你说话客气点 我骗你什么了 你的身体 还是你的青春 你的钱 你要是不婚内出轨 会落得这个下场 可能你不信 即便到了今日局面 我也没想过报复你 我是个男人 我有我的格局 柳如烟已经受到报复 失去所有 还负债累累 我没兴趣再去踩她一脚 青薇过来公关 跟媒体交涉 暂时停止拍摄 柳如烟却风味一样 冲她嘶吼 你这种年轻漂亮的女生 不就是看她有钱财扑过去吗 我告诉你 这个男人心硬得很 她已经吃过亏了 她的钱再多 也不会给你花的 我无语了 看来柳如烟 心里也清楚她的错误 也知道我被她伤透了 青薇听不了一点 让保安把她赶出去 但一个穿着校服的小女孩 激动地冲过来 你不要动我妈妈 是柳然然 她愤怒地指着轻微 气得牙子欲裂 都是你不要脸 勾引我爸 才害得我爸再也不理妈妈 你不就是为了我爸的钱 才缠上来的吗 跟外面的贱女人没有区别 媒体的镜头刷刷转过来 眼看着事态即将不可控制 我狠狠一巴掌扇过去 够了 既然离婚时候决定了跟你妈 就别再来找我 我不是你爸 柳然然被扇猛 不可置信地望着我 愣了好半场后 留下眼泪 峰会继续进行 我不知道母女俩 什么时候离开的 之后柳如烟来找过我 还带着柳然然 苦口哀求 我没理 看着母女俩仓皇离开 我立在大屏层 一百多屏的露台 开了杯香槟 为刚落地的项目庆功 虽然后来很多年 我都没结婚 但从来不缺仰望我的小女生 我活得自在 潇洒 虔诚已散 未来 前途无